67岁资深艺人彭恰恰 过去为了一元电影梦 四处借钱拍作品 导致欠下2.4亿天价债务 三年前他正式宣告破产 并向债务人和大众道歉 此后拼命接工作努力还债 还创业卖起了泡菜 希望能在明年通通还清 然而近日受访时 彭恰恰却普路 自己其实还想再拍电影 不禁让许多网友替他担心 据中时电子报报道 彭恰恰今年4月受访时 坦诚还有6000万债务 他接主持演戏剧 也和年轻团队合伙卖泡菜 花了半年时间研发口味 一上市就受到大家喜爱 首月就卖出百万营业额 合伙人刘亦真心疼彭哥 称赞他在艺术创作领域相当有实力 彭哥不是坏 是笨 从哪边跌倒就要从哪边站起来 彭恰恰语出惊人表示 等到债务都处理完 想再拍一部赚钱的电影 这次必须按部就班 等资金到位再开拍 回想起过去经历的种种 他无奈自嘲真的不会管钱 希望能有团队帮忙处理规划 刘亦真则大力支持 一定会帮彭哥寻找优秀演员 让他说出想说的故事 记得第一次直播卖泡菜 彭恰恰的形象尚未回升 线上观看人数多达四千人 最后收单却只有二笔 粉丝明显还在观望中 直到他们做出口碑 顾客口耳相传 买器材渐渐往上冲 并趁着炎热夏季 推出黄金辣泡菜 黄金海带丝 又香脆萝卜等新品 彭恰恰也因此卸下心中大石头 不再哀声叹气烦恼度日 彭恰恰始终对儿子皮皮感到愧疚 看着其他新二代什么都有 俨然人生胜立足 儿子却毫无怨言跟着他吃苦 父子俩一起卖泡菜 一起送货 感情变得更融洽 他就是笑笑对我说 要陪我把债务还掉 现在他名下没车没房 平常通勤都改搭捷运或骑车 日子过得倒也踏实自在 我看着你耳朵的终对儿子 在这里面下没隔 有什么事情 我看着你耳朵的终对儿子